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公告称 俄军利用高精度武器 是位于乌克兰中部 密尔格鲁德市的军用机场 以及停驻在该机场的 乌军直升机 燃料库和弹药库瘫痪 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还表示 当天早上 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 摧毁了乌克兰克列缅丘格 炼油厂的汽油柴油储存库 该储存库为乌克兰中部 和东部地区的军队提供攻击 另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 当地时间2号晚上表示 乌克兰军队已经重新完全控制了基辅地区 不过这一消息 目前还没有得到俄罗斯方面的证实 当地时间的4月2号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表示 针对乌克兰军队 对俄罗斯比尔格鲁德地区油库 进行袭击仪式 以展开立案调查 调查显示 两架乌军直升机非法侵入了俄罗斯领空 对比尔格鲁德地区的油库 进行了至少四次空袭 此前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采访时 拒绝正面回答 乌方是否袭击了俄罗斯油库 他表示对此不予讨论 此外 泽连斯基称 乌方已经向一些国家递交了 关于为乌提供安全保障的建议 并再次呼吁西方国家 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 来对抗俄罗斯 泽连斯基称 乌克兰东部的局势仍然非常困难 并表示 俄罗斯正在准备向顿巴斯地区 包括哈尔科夫市发动新的袭击 乌克兰已经向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和土耳其 递交了关于 为乌提供安全保障的建议 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应该得到安全保障 而不仅仅是乌克兰 此外 泽连斯基还呼吁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继续向俄罗斯施压 我待会下谈判